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的涨幅 白银 把金 铜 金 新 镍 铝 铅 这是去年的涨幅 关号是今年的涨幅 很多今年继续在飙新高 所以我问有中第一个问题 待会帮大家解了 为什么白银涨最多 听说白银跟工业有关系 还有英国的Metals Focus 它是英国研究公司 说今年的黄金 把金会再创新高 您认同吗 理由呢 还有今年贵金属哪些会续涨 先解白银为什么长如此凶 白银之初也会长这么凶 当然跟了它工业用有很大关系 因为白银属于有两大特性 第一大特性 它是属于贵金属的一番 因为它是真金白银 那是美元的替代品 所以美元只要下跌 真金白银就会受到青睐 所以它有避险的一个需求 去年上半年就是这样的需求 去年下半年的话 是衍生出来的是工业的需求 大家都很好奇 白银的工业需求是在哪里呢 因为工业需求在白银里面的话 在银矿里面是将近超过5成55% 也就是银 你不要小看这个原料 这个银用在工业当中的 所有的产品的中间过程当中的 必备原料 占比高达54.9% 这银很重要 为什么那么重要 这么重要 为什么我们首先先看 最重要就是未来要发展绿色人员 其中就是太阳能的电池 太阳能的电池的话 它的正面电池需要用银浆 未来还是5G网络时代的来临 尤其是后疫情时代 5G来临的话 它的一个银机电池 帮助它高频率的环境 需要用银 再来的话 我们知道常用的电子元件 比如说开关 继电器 导电线路 都需要用银 所以为什么银的银矿 50%是用在工业 高盛推估未来 2019年到2023年 全球的太阳能发电的话 机主容量在扩大当中 而且会扩增50% 那银的用量就会更大了 没错 没错 中国四成 美国的话将近要15% 因为太阳能的发电 装机的所有的器材 需要太阳能电池的正极 对 世界白银协会预估 疫情冲击的话 尤其去年冲击到银矿的采矿 所以那个供给吃紧 那吃紧的话 当然价格就往上飙啦 那再来的话 全球5G畅行无阻 通讯要大幅的要进 2023年的话 白银的需求会增加到 2030万盎时的产量 量很大啊 量很大啊 所以整个来讲 预估未来的十几二十年 几乎都要用到银 那我们来预估说 整个今年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涨幅 渴望会达到哪里 白银还会再飙涨啊 还会再继续涨 为什么呢 我们都知道 金价的话 在去年8月 已经突破2000块哦 历史史高哦 那银还没有突破史高 银的史高是50块 每样时50块美金 将近50块美金 它现在只有27块美金 史高是50块 现在才20几块 金价都已经到史高了 它怎么会没有理由 可以到史高 那才有一倍哦 所以未来的话 我觉得它的涨幅 恐怕有六成的空间 因为比照办理嘛 大家都到史高了 怎么可能它不会到史高 而更何况 它有工业的一个需求 对呀 工业需求 这个每一个都是 未来5到10年的趋势发展 对对 所以白银还会继续在涨楼 对 那尔号呢 所以今年来讲的话 贵金属看起来 还是在续涨当中 主要原因 因为景气回春 尤其在工业用药的话 因为反映的是景气回春 那工业用药有谁 白银跟靶 都是需要用到工业的 那我问你 到底这个靶金 是用在工业的哪个产品上 也是大部分都在 电子元件里面的 那个电路板上面的 也就是让那个电流稳定度够 对对对 那黄金跟白金的话 是比较偏向避险操作 那去年的话 避险操作的话大涨 因为美金大跌 所以钱的话 都往到真金白银上面去parking 可是我不太懂 为什么黄金涨幅 你回到我们影言的那一张 为什么黄金的涨幅相对 同时间做比较 金的涨幅 你看落后白银这么多 铜他也输了 所以金的涨幅落后的理由是 对他最大理由 就跟疫情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去年上半年 金价会之所以大涨 到八月的话破2000块 到2075块 为什么会大涨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八月之后的话 我们开始陆陆区有听到什么 那个疫苗开始在做研发 我们现在黄金的走势好不好 对 黄金原来去年疫情很严重 飙到史高 八月对 这里嘛 每盎司2075美元 后来疫情趋环 疫苗出来了就涨不动了 对疫苗开始研发的时候 它开始就不怎么涨了 等到疫苗 疫苗整个要问世的时候 它就开始跌了 跌得比较重一点 不过最近来讲的话 它稍微有反弹一上来 因为疫情又开始转严重了 对 好我们往直到看咯 接着呢 但我们虽然说看好 但不是说叫你现在就去追 为什么 因为这种原物料的一个 那个走势都有惯性的 每每到年底的时候 尤其去年第四季的话 因为前面都在大涨 所以大家会很紧张 会去补库存 所以去年的话 库存都堆到最高 可是往往第一季的时候 你就要小心 第一季都会比较大幅度的回挡 所以我认为说 不是叫你现在就去追哦 你要小心哦 第一季会有回挡 只说第一季回挡之后的话 你慢慢就可以留意了 第二季的话 就会反应景气面 就会跟得上来 所以硅金属原料 在今年的第一季 现在反而不追了哦 因为第四季库存都补齐了 没错 现在反而会修正 对 第一季反而要修正 不是叫你现在去追 反而第一季要修正 你要慢慢减 等到第一季末 第二季出的时候 它才会慢慢又起涨上来 好 注意黄金 好 黄金来讲的话 因为各国都还在印钞票 通膨未来会发生 最好的工具就是黄金 所以黄金还会续涨 不过它的涨幅 绝对不会像去年 有涨到24%那么高 为什么 今年涨幅会比较少 也就是说今年的美元跌幅 会比较轻一点的 哦 贬幅会轻一点 对 贬幅比较轻一点的话 如果转升了黄金就掉了 对 黄金就掉了 黄金最怕的话 就是疫情完全退去 那它就没有避险的一个必要 所以黄金的话就要留意 小心了 今年涨幅就会比较落后 那我们就比较建议 是放在基础的 工业原料 或者金属原料 那黄金如果想操作的话 补充一下 我的建议 给一个答案 我的建议的话 就是直接操作黄金的ETF 存折的话价差太大 所以你的成本高 那它有三大特性 ETF有三大特性 因为成本比较低 没有big offer 没有买卖价差的一个问题 那它还有它 那个交易税低 那第二个的话 它是单纯只看现货 现货 因为现货涨多少 它就是反映多少 很及时的 不会就是说像你去买 什么金矿的公司 那个基金的一个股票 它等到公司营运好 才反映到股价太慢了 有中在梅说 我们很明白的看得出来 黄金的价格 现在其实不太动 但白银涨很多 最后一张 在大家常常会用 那个金银笔 金银笔就是 来请看这边 金银笔就是黄金 除以白银的价格 来带大家看这张金银笔 对我这张图表是从2000年 近20年来的一个发展 这个金银笔的话 带上去的话代表怎样 金价涨幅比银价高 下来的话代表金价涨幅低于银价 对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们两个都走同步了 因为美金下来的话 相当他们两个都同样上涨 那我抓住这20年 为什么不能看太短 如果看太短的话 你觉得一年来 它好像跌很多 金价好像跌很多 你要赶紧去抢黄金 那就不对了 为什么 10年来的话 平均大概在 金银比在70 那现在是在 现在在70.8 差不多都10年的一个平均水准 10年均值是70.8 对 刚好在均值附近 那如果拉长20年的话 均值在65.7 也没有差很多 没有差很多 那显然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拉比较长的一个时间来看 因为我看一个趋势 2011年以来的话 它都在一个上涨趋势 不过去年的第四季破了 对 为什么破 要小心 破的话 隐含了有一点点味道出来了 我们知道 破了以后代表怎样 金价的涨幅低于白银 代表白银的涨幅强过黄金 对 那没错 那为什么会这样低于 那就衍生出一个问题 那代表工业的需求上来了 对 那也代表的话 景记开始在复苏往上走强 所以现在的金银比 在这个70.8 有点往下掉 工业转强 经济转好投资方向来 对 这反映的是基本面 所以基本面来讲的话 是代表现在市场 也在持续的追逐 所谓风险性资产 所以如果趋势还在往下 代表景记是OK的 那一旦如果你小心 万一金银比 我们预估往上弹到80以上 那你就要小心了 代表景记有点落后 那我就开始要卖股票 那股市就要做到 比较大的一个修正 所以我们从金银比 也可以去稍微去评估一下 风险市场是不是有 有点转弯了 那在投资面来讲的话 我们刚才有讲 金银比的强跟弱 如果往下走的话 代表工业的需求 远大于避险需求 所以银价涨幅超过金价 那也代表未来来讲的话 景记面走好 原物料行情就抗涨 所以我把它归纳一下 金银比就是金除乙银 如果我们先从金银比变小 因为现在变小 有中如果金银比像现在变小 代表银涨得比较多 金涨得比较少 意味着全球经济是好的 代表着工业是往上的 所以我要去买一股票 买二经济成长 买三工业往上的 这些相关标的 原物料 不要去追买一些避险的 债那些 可是相反的 如果现在金银比变大了 涨下这么高 代表金涨得比较多 银涨得比较少 代表经济是不好的 工业是往下的 钱都跑到避险了 我就去买黄金 然后去买债 股市就要卖掉 然后买债 买黄金 是的 是这样 这样调整吧 所以现在是红色的这个方向 对 在趋势的往下走 OK 好感谢友中 非常谢谢您 请回座 好精彩喔 刚刚友中的这个金银比 希望详细论述 再归纳一下 您有听懂 先从第一个 没想到美元的走扁 导致了金属原物料 从2020涨到了2021的今年 涨势很多人还在延续 刚刚友中有说 为什么白银涨最多 没想到太阳能发电 绿能发电 5G 所有跟电有关系的 几乎都会用到了白银 它是工业用的 必备几乎八九成以上的 基本原料 所以白银大涨 等于工业起来了 工业起来 经济转好了 这就是表真了 第二个 那我想问了 哪些的硅基础原物料 有机会再继续涨呢 黄金为什么涨幅落后呢 刚刚友中说得好 硅基础原物料 因为去年第四季都已经不库存了 今年第一季恐怕会修正 所以不要再乱追了 黄金如果真的要做的话 做ETF就OK了 而且存责有时候 路差稍微大了一点点 但今年的黄金 不会创历史新高了 不会再创 因为以友中的评论 今年的美元 应该会出现了重贬之后的走升 如果美元走升 黄金就会掉下来咯 不会再飙涨咯 贵金属也是相同 所以最后一张 金银笔 现在的金银笔 除在有点往下掉 十年的均值 也就等于银涨的比 黄金还要来得多 所以现在是经济的转好 还有包括了工业的复苏 所以买股票 买经济成长相关概念 不用去买太多债 不用买太多的黄金 这是现在的方向 如果金银笔往上 那就不一样咯 刚刚有结论 所以现在的经济景气 希望2021会逐渐的暖身 逐渐的转好 以上结论有中 正确吗 完全正确 谢谢您 进广告 最后压轴 也要送您一个 大内幕 观众朋友 行情一致 我告诉你 有钱人 操作的手法 规矩多变 他们怎么个套利 听说了 很多最近的大户 有钱人 法人 用ETF 狂套利 赚了一大笔的钱 听说三十几亿 我们今天就让汉为 帮您戳破 看懂 他们套利的手法 三部曲 词 靠 针 针 针